继续走 我在来华工以后听过几次讲座 很少听完 基本都是接着尿顿就走了 刚才我也没把握 有多少同学会回来 月巢 而康解释了另外一种装饰的动机 也就是 他原话说的就是 在郊处或者建造的地方 平下网和铅笔 大家看看 这是斯卡帕的 这张图是古堡博物馆 这是斯卡帕 如果说 就起码在他一生优秀作品里面是可以排在前三位 大家都认得了这是一个施工图的断片 但是他都是自己在画图 而且基本上会讨论到这个 程度 就是包括铁销的之间是怎么插接的 我专门 我专门读了这些 我专门读了这些 画过 在这个节点打动的时候 停下我们的铅笔 他知道建筑师停下来 铅笔意味着什么 我是到下轮地才知道 我的铅笔意味着什么 就一群工人可能要砌一天的墙 然后我用小匙把他擦掉 那些工人也为了拆 然后他们为了不把砖拆换 将来还能用 所以要小心翼翼的拆 所以砌一天的墙要拆就拆三天 还伴随着对你的招罢 所以斯卡帕把这铅笔停下来以后 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古博博物馆 刚才他画的那个节点 大家记得吗 停下来以后发生了什么 这断面所有层次 全都落在外面 对啊 这里面是钢板 上面敷了一层碗 钢板里面是一个钢梁 成的这个节奏 这就是建筑师在花了一段 停下地的后果 工地上也要停下 这是不是康所说的那件事 因为这个时候 装饰从掩盖节点走向的另一端 变成节点本身 所以弗兰普顿书的也问题不大 这是那根钢梁啊 但里面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毛钉是斯卡帕设计过的 否则的话按照通常的间距 另外一颗应该是在这 我之前还跟一个同学聊过这事 上了北大建设学研究中心以后 我们开始形成一个习惯是画一比一的大样 我不知道有谁画的 但起码我知道啊 张永和老师去同济带过一个摄影 要求同学们画一比五的铺面 当时画图的同学就已经都慌了 因为在一比一百到一比二百之间 画铺面的时候 强起这两条线的 你没有任何不完 但当画一个一比五的时候 两条纤细的线中间有那么一大段空白 大家都觉得这货没干完 所以现在咱们也知道咱们的活 咱们现在的设计做到什么深度 那么在一比一的大样里面 你会讨论冰子 讨论灰凤的厚度 讨论你能在灰凤里面容许的公差 这是有关装饰和节点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件事 斯卡帕既然是个装饰大师 那么他一定知道 道夫罗斯在他职务上 不久就不知情的情况下 咒骂过他将来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实际上 这不见得是咒骂 斯卡帕他也回应过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说的 是他引用的 是一个奥地利的哲学家和格演家 也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 叫做卡尔克劳斯 那么这个阿道夫罗斯呢 就是卡尔克劳斯的小系 大家知道 维也拿学派 里面还包括奥托阿瓦格纳 一大群现在粉丝的电机的先驱 他是一位 那卡尔克劳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斯卡帕说这句话对我也生效 他说阿道夫罗斯和我 他是文字的 我是语言的 毫无保留的示范出文化显示的差异 文字和语言的差别在哪 不过后现在哲学的同学 可能都知道 有一组关系叫做在场和不在场 他知道 在场 现在我站在这 大家坐在我对面 我每说一句话 大家能回应我 这个过程 粗俗地讲的叫做在场 它意味着是有对话的 我是可以为大家改变的 当然 因为我讲了这么久 始终没有人当堂提问题 所以导致我实际上现在不在场 这是一个更细的虚话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我在做的事是语言 它在对话里面实现 是清新的人 但是录下来就不在场了 它是在场的 那文字呢 通常是写下来 很少有人写给你看 除了咱们在课堂上老师写版出 文字通常来讲不在场的 在做它的人 一定要把它做完 把它解释清楚 然后它会跑到你们的手里 你们再有问题 再有固满 你想抽那个作者 你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它不在场 所以你们想抽我是有机会的 这个差别 如果落实在建筑上在哪 大家知道那套方本吗 就是从古希腊建筑 罗马风建筑 格特建筑一直下来 现在建筑是卡弗里和达尔科和谐 达尔科应该是 现在这个地球上研究斯卡卡最透彻的评论家和语言家之一了 他认为在斯卡卡的建筑里面 尤其是他的博物馆室内设计中 他的设计是利用评论历史要素来展开的 大家记得在石膏博物馆里面 还用那些男男女女唱了一台戏 对吧 那么评论是在场还是不在场 评论有可能是写成文字的 但是从文学形式来讲 评论是在场 为什么 他有一个课题 他有一个对象 诗 小说 继续文 大多数的文学形式都可以是不在场 你可以上来就说事 就哇哇说 你知道说完了 你把它卖给出版社 拿到稿费 但评论不一样 评论一定要有一个先与你在的东西 你针对这个课题 发表你的意见 这个时候虽然 虽然你的评论对那个课题不起作用 但是课题完全决定了你 在表达时候的意图 所要做的事 这就像那些石膏并不对斯卡帕本人 发表意见 但是斯卡帕完全是针对那些石膏本身的性别 它的大小 或者它会摆放个位置来发表意见 因为在这里面 斯卡帕所指的 路斯和他的区别就在于这 当然在建筑里面 我所体会的在场和不在场最大的区别是 不在场的一个 最鲜明的例证就是施工图 工人要照着施工图施工 但是你在画完以后 这事已经结束了 跟你来说 大家也看过我画的石膏图对吧 虽然完全不讲格式 但是像留疑言一样 为什么疑言 因为我离开工地 托死 我是没有区别的 对于工地来讲 我必须要在那个文字里 虽然是读式的方式 要在文字里面 把所有的事说完整 但预言不必 当我在工地上的时候 我也曾经很多次要求工人 比如强气到一半 我发现这个效果不错 停下 在这儿手边 这个时候是平行性 它的平行性最强的一个作品 就是古堡读物版 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堡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是一条战壕 中世纪的时候 大家知道领主纷争经常打仗 这个战壕就是 住在里面 贵族随时比如说攻城了 他就会从这个岸道跑出去 那么这个项目原来原本不是斯卡帕做的 斯卡帕那时候已经比较出名了 是另外一个 就是相当于文物保护中心之类的在改造和维修这个建筑 他们当时那个保护中心提出呢 因为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典建筑 所以它应该是对称的 而当时的现状是不对称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修成了对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洞啊 完全是对称的 这个不是这个古堡博物馆的原貌 而是被修过一轮的 当然这个 大家知道他违背了前远所说的 拯救如新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原则啊 他拯救如旧 但是当时呢 斯卡帕作为一个评委 来评这个设计 但是已经当时已经在施工了 斯卡帕非常生气 他说就我所知的中世纪 就没有过对称 尤其对称这事在维尼斯 就更不可能 结果现场就停工了 然后人家说呢 斯卡帕教授 你来评识这个设计 斯卡帕说好啊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把原则波抢 可是在在着手的时候 大家能看到 这是斯卡帕的草都 原本是这样的 他草都里面曾经想过 大家能看到 他把这个窗户也改了 这个窗户的布置也变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打开了 这个后来就是打开了 就是后来他停下话语 这是没停下来 就这个屋檐是搭到头了 对吧 搭到这个屋檐墙上 刚才我给大家看到 从这断开了 他是尽可能的 希望那个利面是不对称的 大家看看这儿 这是后来 他趋近于定岛的那个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儿已经快要 这儿已经停下话语 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改回来 让他重新回到对称 也就是他没有在修改的利面 他突然意识到 他突然意识到 实际上在他之前 维修的那一轮也是历史 我不知道 他肯定没有读过 庄主的奇物论 但是在他 他突然反映过来 历史并不因为 更久远而高贵 也不因为 它只是发生在你之前 所以我突然在反思 在我过去 我也会对古代 留下的破破烂烂 充满了前头 但是一旦你知道 有一个修改是七八十年代做的 你不看那个结果 也会撞拉一下 斯卡卡他转着这个弯 所以大家看到 他基本上所有的开动 都是对称的 但他仍然要把他那事干了 也就是让这个利面不对称 这个是建筑师 真正优秀建筑师的伟大之处 并不在于你要否定前提 而是你越优秀的建筑师 就越有能力 接纳足够多的前提 并解决问题 而不像我过去那样 就是甲方也是傻叉 他们改变了我的前提 因为他们不懂建筑艺术 我懂建筑艺术 所以我要坚持我的前提 在这四海画面 可以看到 这是从右远属第一个民众 做成了入口 入口为什么这样的呢 他从中间卡出一道墙来 这个总是给我一个不好的影响 我小的时候 住在比较破旧的灰民区 当时公共厕所都是这样的 这么难以测试 他这个其实解决的是一个相同的问题 就是这有办公区 从这个入口去进的是展示区 从隔壁进的是办公区 在第一个 就是首先他办的这件事 就是原本的主入口是在这儿 都在中间对吧 他出了个草坪 你千万不要从这儿走 他把主入口给放到这儿来 在这总是你能看到 就是这个洞 他气了一个东西对吧 中间在那儿能看到 这个洞也不一样 然后到端头的时候 他干脆把这给切断了 这已经不对称了 第一个洞口呢 原因是这个 第二个洞口是这个 大家记得这个马太客吗 在瓜里尼基金会的美术馆里面 见过这个 这是一个 它叫做盛气收藏室 就是特别人要加紧出来 是为了让这个不对称 这是他做这个马赛客的图纸 他可没有让工人说 你给我随机扑一扑 让他显得自然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上面都是标了号的 当然他的工人得累死 拿这个气垂开 每一块板的位置 他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他在做什么呢 他的鞋上 就在他死后写装机 拆穿了这件事 斯卡帕从来不拆穿 自己设计里面的秘密 斯卡帕要紧接保罗克里的路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这个 崇拜别的建筑师 甚至艺术家 甚至 其实克力在斯卡帕的年代 就比他大不了太多 但是这种崇拜 起码是极度的欣赏 是贯穿的一生的 这是他在 独立艺术展里面做的 是我开始放过的 另外一张图片 也是这个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固展之一 因为他太了解了 克力的意图是什么 克力希望用 有清晰边界的构图 模糊边界的事 所以在这里 有很多画家不能做的事 当然克力也可以把它画成在水里 但他原本清晰的这个结构 思路也就随之模糊了 但是建筑师可以做到一些画家做不到的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算没有这个水 它也还不错 但实际上真正它的作品在这个道理里 这个是只有建筑师做得到的 所以他一直在纪念宝博克力 他一直在学习莱特 大家还记得他在石膏博物馆里的转角窗 最终实现了莱特实现不了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 他做到了宝博克力梦寐以求 就是想做的事 就是这个效果 而再次同时 他清晰的思路和造漏的手法 仍然保留在这里 这是中间的那个洞 它没有改变那个洞口本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为了让它不对称 为了让这个不那么像路口 它还专门展示了一个做酒在这 这是原本是里面的展品 这是第四个开箭 是右边的那位 看这是什么东西 还记得我讲过有一个战道吗 就是就能从那跑啊 战道本身没有人 这个是另外一方面也是 这个洞口原本是没有的 它也是斯卡帕在做博物馆的 所谓评论性的一个非常精简的作品 它要讲述这条历史 要讲述当时贵族 没落贵族在穷穷战道里逃跑的仓皇的景象 他在这屋里打了一个洞 打的就是那个那个壕沟 让人能看啊 当然里面没有 它不见得有展品 但是这个相当于它在拆穿一件现实 而装饰的一旦装饰会吸引你的注意力 让一个原本平白无奇色的东西突然呈现出来 实际上这种手法要比在墙上 通常两到三个长短不一的 这个是用来纪念军刀的 而且在各处也都用这种捕捕一个 这个窗 大家可以看从外面非常古典 但是从里面 我们可以说它比较陷下来 但是里面的窗洞和外面窗洞完全是两码事 这件事也教会过的 教会过一个东西 就是实际上你要让一个窗户 你要让一个窗户保护窗洞 它的必要条件是这个窗大于等于那个窗洞 而不见得是等于那个窗洞 在研究磁法派之前 我先研究了原理 我给大家讲过 研究员您就会非常喜欢那个洞口 你会在洞口开花窗 但紧接的事就来了 当然你可以用玻璃把一个风湿 但是那样窗户变得不可开启 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 通空都变得非常重要 当然 康用另外一种办法 它会专门做通空窗 但是对我而言 这种条件比较少 因为开一个窗户 它要增加到大 怎么办呢 后来看到这个 我终于明白了 保留洞 我可以让窗比那个洞更大 所以之后我曾经给一个 就自称后现代表现主义的画家 那我从来没听说过的 设计过一个美术馆 但是后来他拿了图纸 讨了没给我钱去 当时这种事是经常出的 当时我碰到的问题就是 我会在他外面做庭圆 这是我最想干的事 大家能理解吧 然后紧接着我就想保留完整的窗户 看他的庭圆 再接下来我要安窗户 要排阅上这个地方通风透气 基本上我就做了这么一东西 那个窗户会比那个窗户大 然后做了一个推拉床 是塑缸的 然后因为我不太会建膜 所以没建出来 然后那个窗户 它的外胖挂在里面 是窗户的仰背大以上 然后当这个观石的时候 这个窗户就挂在 当时是半扇窗 跟窗户那么大 也就跟这个窗户是一半 这个内扇窗就会 完全垄到窗户 就算它在观上的时候 仍然能得到完整的窗户 但当它打开的时候 这扇窗会挂在这个窗户旁边 当我要求这画家 你能不能对着这个窗户里面的对景 画一幅 你的后现在 臭相表现不易的画 这个时候再挂在旁边以后 当这个窗退开的时候 还是那个画的画框 那很可惜它没有实现 所以虽然我不可能一辈的 走私卡卡这条路 因为我的思维精度比它实在是 就是如果跟它比的话 就是打了马赛克 但是很多 很多非常具体的技巧 你是可以直接学到的 并且在学到那一刻 你可以 挺不支持的用法 没有关系 只要你弄得足够好 这个是同一个道理 这个门的作用是什么呢 不要让坏人爬进来就要 那么它甚至不必大于这个蠕动 它只要让任何地方人都进不来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个窗大概是照这个过的 相当于 它一个非常大的滑轨 这个门是可以从旁边滑过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 图体外面这样可以 它不需要人为的自己来折叠这个 因为滑轨的这个分叉 你只要把它平地推过去 这门自己就折叠了 所以它告诉我们 实际上门窗洞都不必等于门窗 就是在悟到这一刻以后 我发现自己的设计突然被解放了 我说原本不敢干的事就开始敢干了 这是另外一个成熟性的经典 因为大家知道 像中世纪 一传到现在的建筑 这个墙面一定都已经破败了 那么怎么办 你要是不管它的话 它会继续破坏下去 你总要抹灰 抹灰怎么分新秀 大家知道就看碳区实验 它一定要是热处理实现的东西 它能知道 根据碳什么半摔机 算出来是什么时候的 但是这种冷处理的石头 灰浆 基本上用高科技的手机 也很难还原它的实战 但是思想话也为咱想起那么多 因为只要有了平准性这件事 咱们就可以做设计 古典的门通常不会有这样 所以它在开了一门洞 这件事告诉咱们什么 这个门洞原本是没有的 是它后开的 所以它一定要用一个现代的 这个康也用过 对吧 然后康和斯卡派有一个公共的学生 叫做马里奥伯塔 平常也用这种东西 当然伯塔可能是他们俩的弟子里面 相对来讲比较有油 但是造诣差的挺多的 他来美国碰面的时候还聊过 然后康说 塞外叫什么你好 还约了一些 你那有一学生叫伯塔 到我来实习了 学生怎么样 他说一根一根 真是 然后紧接着呢 这个地板就突出来了 告诉咱们什么 这个地也是它铺的 接下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公鞋 大家可以看到专门做了设计的 这个没有任何功能意义 它告诉我们什么 这墙面是它抹的 当然它曾经还试图把这个门动设计的 更加蹊跷 这块大乐板还是可以做人的 还给它点功能意义 当然功能主义是什么时候以后的事 绝不是中世纪的建筑绝不会出现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打消了这个念头 就是直接用这个方式 但是可能也足够告诉咱们点什么 这个时候虽然斯卡帕不在现场 大家有没有开始感觉到它的评论性 它的设计一直在叙叙叨叨的 跟你讲述这个建筑的历史 但是如果你抛开历史去看它 会发现非常多不可思议的 难以理解的一个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这张图片是在它做这个 播放改造之前的 就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圆主 然后它骑着马 没放它脸 非常搞笑 它后来呢 它决定把这个作为一个展品 因为这个雕塑是放在 不是放在展区的 是放在就是过去居住后勤的那个部分 但是因为拯救如旧的关系 之前都是要拯救如旧 就是他骂过的那个 所以一直不敢动 然后斯卡帕保留了一个东西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方向跟原本位置是一样的 结果他把这个拆了 放在这儿来 做了一个混凝土的摊 告诉人他原本不在这里 但是保留了他过去的一些痕迹 但是这张图 每次在电脑上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预览的小样子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是一个平面设计 它实在是太平面了 后面会讲讲平面的什么 那么 再补充一个对斯卡帕的设计 影响很大的思想原理 都是表现的一 大家能看到这个 加维纳展厅 就这个也获过奖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知道蒙特利安是吧 就是他这个也是一个旧建筑展造 他在摩辉的时候 留了一些风格线 这个完全就来自表现主义 我们称作风格派的 但是这个 这种双圆洞到处都建 那我告诉大家 这不是圆啊 这每个我曾经认为圆的东西 都是一个双圆交接出来的 我在讲戈特的时候 曾经讲过 这种双圆交汇的椭圆 在古典美学里面曾经起到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正元 大家可以在这能看到 这里面双心都画得出来 奥利维尼展厅 他就是拿了这个奖以后 被起诉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风格 包括有材质的变化 上面非常古典 大家可以看到 是半圆形的这个门套 和方形的 就是有些是 或是三角形的 这个都有 这一看就是一个加件 但是他会用这些板块 对吧 左边是蒙特利安 右边是凡杜斯堡 两个人曾经都是这么画的 后来凡杜斯堡我觉得有点闷了 然后就把他斜过来 后来他们俩关系就越来越静 蒙特利安说 你这是邪教的 就是大家再来看 他的能框为什么这么做 以及他的吊顶为什么是这样 那再来看这个 他能框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还记得这个位置 看到一幅画 当你在这看完以后 转头回过去的时候 在这你还 他只是一个 加了边框 但是你顺着这走到这来 看完这块回过头去以后 这个框景里面是一幅 表现组立的绘画 那这时候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包裹 这个暖风机 那么在刚才可以看到 奥利贝蒂展厅的 他用表现主义的这个分隔 做了很多板块 那么他的一个精神导师是科普了 这样魔度对他影响非常弹 大家知道科普鞋的魔度 我争取下下次讲魔度吧 只要应该先讲这个 但是互相之间的关系会 会比较复杂 而且魔度可能 涉及的数学问题会比较多 比如上次刚刚讲了四个小时的那个 我怕大家有点成功 往后磨了 讲讲习文乐见 科普鞋做魔度 我下再讲吧 基本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呢 这叫板块拼接练习 叫什么Pinal Exercise 这个是从他的魔度池里面 我讲魔度的时候 在专门跟大家解释 这些怎么呈现出来的 会有从无限小到无限大 但是逐级确定的这个各个数量级上的尺寸 其实往往大了还有 甚至后来有科普的范困在城市规划的尺度上 仍然有魔度池的 这个机制是可以支持无限小到无限大的 会得到非常多的尺寸 这些尺寸会有几类固定的比例 那么科普呢 做那个东西是为了盖房子用的 所以他会把几种经典的比例拿出来 从这里面选 会出现板块 因为建筑师最终你是要用 你不能用点和线 你真正处理空间 你起码得有面力吧 是用面从面开始操作的 那么他筛选 不是我刚才有建筑潜力的 使用潜力的板块 然后用这些拼 因为你只有能把它拼成窗的 像齐小班一样 他才能用在建筑里对吧 大家知道盖一个疫情的平面 最难的就是放家具 而客户从新精神就开始琢磨 我在同一尺度标准一下盖房子和做家具 那家具必须得能完整地放进去 没有鱼术 这是他做的这个板块拼接的练习 那么在所有的板块 他最后已经能可以拼得如过纯精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他这有几个关键的点 就是这个是吧台的高度 这个432是椅子的高度 因为在膝盖里坐下方便 这个是身刀 这个举刀呢 是2米2六 姚明也2米2六 是符合摩托石的 这个科布西会把他的举刀设置为 这个屋子的层高 当然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实在是太低了 西方人来讲觉得还好 就是科布的当时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为了净土 因为他看到混凝土建筑在织膜的时候要 这要有大量的这个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个说辞的 他说 曾高设置成这样以后 工人只要举着这个就可以交付了 这真是他说的 这不是我瞎掰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放一工人在这 台库 制根木桩 不知道跟这个 但是这个是后话 大家知道这里少了一个什么尺寸吗 科布后来发现 有一非常 摩托石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在哪 在身高和这个层高的中间 他找不到门应该开多高 对吧 当然门可以开这么高 所以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门开得这么高 假设你把门开到一米一三的这个高度 没有人会碰到头的 但是你把门开到一米七八 是最容易磕着头的地方 是你在磕到以前 你也不知道会不会磕的 少这个怎么办 后来科布就直接就给这个摩托石打了一骨铛 竟然有bug了 他打了一骨铛 说里面要放进一个两米二的 两米零五的门 门的高度 他讲到这是上帝提供的美妙的余数 当然 这确实是挺美妙的 但是 不管了 这是一些谈判的技巧 所以这突然就解释了 为什么 这个门的高度会完全截断了 原本一个连续的构图 因为之前在其他地方 我从来没有见过 斯卡卡做螺旋 通常交通的东西 他都会做双圆的这个图示 把它给 所以螺旋告诉我们 他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连续的印象 它为什么要连续 是当某一个尺寸 结断了这个连续的时候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洞察到它 这是为什么 其实所有其他的线都是相互关联的 这条线跟窗高一样 这个纵向的线 划分了这个门 而只有这个门 它甚至跟这个字都是 没有找齐的 通常来讲 它会把能发生关系的时候 给一个十分精确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我说 比起斯卡帕的这个 思考建筑系统的深度来讲 我的思维就是打了马赛克的 但是在这儿 它却用一个非常生硬的高度 做法 这个门打断了一个 被连续表现的构图 之后会发现 它有很多地方的门 都在表现另外一个尺寸 另外一个跟原本这个体系 无关的尺寸 就是之前 上周六在汇报的时候 居然发现 就是那个白云山庄 它在里面 狼子的门洞 居然出现了 形状差不多的 不知道是不是墨大师 这不是我说的 封德派 与杜梁的共性在哪 与国度的共性在哪 在于他们 都在做一件事 是杜梁 弗朗西斯科 达尔科就刚才我说的 那个现代主义 最伟大的几位 理论家之一 他曾经有过一段 就是对于度量与装饰 非常精彩的哲学推理 在讲这段推理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强调自己听懂 因为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在这也没指望听懂 但是只是 呈现一些建筑理论里面 可能会 在不懂的时候 听起来有点扯淡的 但是当你开始 渐渐理解的时候 会更加迷恋建筑学的 这个专业 这是达尔科引用的 一个法国的哲学鬼才 国内完全没有 对他的翻译 叫盖门 盖农曾经讲过 从字面上理解 度量 指连续的量 要算的 能理解吗 度量是一个范围 如果我们缩矩的话 度量是一个范围 比如说这么长 它一定是一个范围 对吧 范围是有限的 但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连续的量 我们可以把它 无限松择 但是既然有了范围 我们不能把它无限扩大 就是说更多的指向 空间性质 这个能理解 对吧 度量 通常是度量空间的 当然 手表会去度量时间 还是另一回事 总之 度量层根本上 同时意味着范围 和古老事业中的 全部物质 后面我会讲全部物质 范围是指这个 有限的东西 对吧 有限相对的东西是什么 是无限 无限是由什么构成的 对于人的意思来讲 无限是所有的人认为 存在的东西 加起来是无限 如果全部物质 是有限的 意味着一旦我们找到它 它之外没有东西 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达尔科在解释 这段话的时候讲 因此如果物质 和度量量的概念 在可认知的层面上 存在交集 那么物质就是被制造的 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 恰如表达获得了 秩序的实性理论 我先把它念完吧 毋庸置疑 再一段一段讲 毋庸置疑 物质形成表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撕开黑暗的光芒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理他 那是宇宙自混沌中诞生 作为如秩序一样 出于混沌的造物 我们对物质的定性 从根本上是几何学的 因此几何是对秩序 加以度量的知识形式 这个可以理解吧 它是物质可以被理解 这个人叫库玛拉斯瓦米 这个我在讲哥特建筑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这个人 大家还记得吗 他是一个斯里兰卡的哲学家 他写过 就是这个是我 就是这个是因为 做这个思考化的研究 我们专门找来读了他的东西 后来发现 他是西方世界 最了解哥特建筑的几人之一 但他原本不是为了了解哥特建筑 他一直想把斯里兰卡 本地的艺术 推广给全球 然后他去欧洲的讲学的时候 欧洲人不能理解他们的艺术 于是他想弄清楚 西方人的这个脑子的结构 究竟是什么样 开始去研究他们的建筑 一直到最后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 去找库马拉斯·阿米克人 去了解我们西方的建筑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仍然对斯里兰卡的艺术 没有兴趣 但是他的理论 对整个西方的 整个西方建筑学世界的 这个理论发展 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在欧南米就是装饰 这篇文章里面 曾经有句话讲 秩序与装饰的含义在宇宙的概念里 相互融合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几个震撼的概念 首先 装饰在现在的解析里面 被称作 被称作最主 但在这个时候 它和西方哲学里面 最高的一个评价 被相提订的是秩序 另外最最大的一个概念 是宇宙 这个时候装饰意味着 秩序和宇宙 这个怎么讲 我是不是放过这个 这张图是我在研究斯卡帕的时候画的 因为当时种它的毒很深 我的排版基本都是按斯卡帕的方式 在模仿它 这是chaos 是混沌 大家知道一团 模糊的 没有概念边界的 没有任何定义的 均匀的东西是混沌 那么 和混沌在同一季节的 当然这个混沌 它是一个 本身不能被定义的概念 可以用什么描述它呢 叫bugly matter 这个是全部物质 extension是那个范围 是我前面讲的那个 大家记得达尔科所讲的 全部物质 加起来就是那个混沌 对吧 当你把所有都描述出来的时候 如果 简单一点讲 比如现在我能分清大家是个人 是因为我把大家从这个空间 里面抠出来 或者说我把这个空间里面的空气都扣出来以后 大家呈现出来 当我把这个空间里面的空气作为物质 堵进去的时候 以及把所有 跟大家有关和无关的东西都堵进去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就会消失了 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 刻图章 图章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阴刻严刻对吧 阴刻是你想表达什么就把什么东西刻进去 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你一定要提掉一些东西对吧 阴刻是什么 你想表达什么就把不是它的东西去掉 这时候你仍然要去掉一些 让无线变成有线 当我把那个原本该去掉的东西 补回去的时候 你想刻的内容不可能被呈现出来 所以 BudgetMeter 这个范围 这个全部物质的范围 就是chaos 是趋于无限的困境的东西 那么 在此之下 这是最高的概念 布拉图的球也是这个 在它之下的概念是什么呢 是物质Meter Oder是秩序 前面讲了 秩序和装饰相关 后面讲为什么跟装饰相关 秩序跟物质相关 是有秩序才有物质 后面讲为什么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知的宇宙 Cosmos 它并不是chaos 宇宙本身并不是无限的 我们所讲的宇宙的概念 在西方的哲学里面 是一个有限的 对我们认知的概念 而在它之外的 没有认知的概念 不被成就宇宙 是在这个全部物质里面 物质是通过什么来的呢 刚才这个库瓦拉斯巴尼 所讲讲 达尔科所解释的 是通过对全部物质的度量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度量一定是一个有限的 我们拿着尺子 其实是把一个完全没有 范围边界的东西 度量为一个有限的东西 但另外一个难理解的是 为什么只有被度量它 才是有限的 这个 大家看这句话 曾经讲过 这罗素来中国讲学的时候 讲的 有一个学生问他 什么是意识 或者什么是精神 罗素的回答是 What's matter? Never mind 就是一语双关 这是我听过的 最牛的英语 就是表面那学生 觉得没有得到回答 怎么了 不要介意这件事 但实际上 matter指的是物质 man指的是意识 什么是意识 不是物质 就是意识 而物质是在被度量出来的 接下来的一个逻辑是 全部物质 不是物质 为什么 当只有被度量以后 才是物质的时候 大家知道全部 大家脑子里都会有一个 无限的概念 认为这个世界是无限 但是没有任何人 真的度量了这个无限 意味着什么 全部物质 是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层面 而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度量层面 现在能理解吗 所以接下来就是度量的方式 当然西方美学里面最重要的度量方式 就是这个计划 所以前面 那个达尔科曾经讲过 这个人类的对物质的认知 最终是停留在 或者说是出于几何层面 讲的就是这一系列的事 那么 秩序是怎么跟装饰发生关系的 有一些事我在哥特建筑里面讲 有一些我后面讲的 讲装饰的时候会讲 在这讲秩序和装饰的关系 当然柏拉图 在他理想国里面构建了一个城邦 他要在城邦里考论正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正义是什么 在伦理学里面叫正义 在美学里面叫美 在哲学里面叫真 但正义就是善美 所以真善美实际上是 在西方的哲学里面同一个东西 在不同领域里 他要在里面讨论这个真善美的问题 所以他先构建了一个城邦 城邦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绝不是城邦 起码要有两个货以上 它才能是一个集体 否则咱们现在就是联合国的大货 那么 哪些人会进入这个城邦 他必须要找到排他的 可以被绝对定义的 那么从人类最基本的功能 出发呢 就找到农民 袜匠和裁缝 袜匠其实都是建筑师了 农民解决的是什么 吃的问题 袜匠解决什么 住的问题 对吧 裁缝解决什么 能穿的暖对吧 温饱能得到庇护 这是一个城邦必须的东西 但是在接下来 他发现这几个人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柏拉图的前提 西方哲学的前提 是定义是完全 为何且排他的 所以在柏拉图的前提里面 一个人能 且只能做一件 他所擅长的事 所以在理想国里面 柏拉图提出 在和马史诗里面 有百分之三十的内容 都是那些神在变来变去的了 神还会撒谎骗骗人 他觉得应该把这些都删掉 因为神应该是不能变化 他应该是不变的 神都不能变 何况是人啊 所以意味着你会种地 你一定就不擅长干别的事 是某种意义是对的 那么你要做厨具 不是你要做这个农具 对吧 你盖房子你也要需要工具 裁缝你起码需要剪子 所以他肯定得有木匠 有铁匠 所以你东西种出来 你得把做熟了才能吃 人是这么发展起来 得有厨师 然后你干这么多活 你起码要去铁箱那儿 取你的工具吧 或者铁箱送工具 跑那么远到 你得有鞋 所以这是第二批进入城邦的人 再接下来 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鞋匠 你要做鞋 你得用皮对吧 皮从哪来啊 你得有人放木 得有牛 然后开始 人多了以后 就得有人来回传送这些东西 就开始有个商人 就是流通领域嘛 对吧 得有工人专门 干这些活 得有默默 是因为厨子发现 他拿到米以后 就是除了做米饭 他干不了别的 你要想做面包呢 你得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位扩大已经开始流省略号了 柏拉图也说过清楚 究竟该有多少人 但这一批人呢 基本上还是 还可以认为是必要的 但接下来呢 就出了问题 因为这些人整天要在一块 能够沟通感情 柏拉图说 咱们需要搞一个宴会 让大家都认识 能够谈一谈生意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 柏拉图甚至在宴会上 根据这些人能干什么事 把菜谱都列出来 列得非常清楚 大家如果读到 读过理想国的 应该知道 有一个叫格劳孔 是古希腊的一个诗人 他总是跟那个 就是柏拉图笔下 那个苏格拉底 像说相那样 是个捧人 他经常会说一些 苏格拉底想说 但是不方便说的事 他开出食谱里 以后那个格劳孔就说 这些东西都很难吃啊 为什么没有香料 和美酒 苏格拉底说非常好 当然这个苏格拉底 是柏拉图写的了 说非常好 那咱们需要香料就来了 要有做香料的人 需要美酒 那么得有酿酒的人 又一大批人被引进来 这时候这个城邦 他们在他们计算下 已经远远超出了 他们所在的 雅碱城邦的规模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僵律要不断地扩大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战争 大家知道会互相抢递啊 而且就是那段时间 古希腊跟波斯不断在有战争 这个他们病病过生 战争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有 这时候战争也变成必须了 有战争必须得有战士 苏格拉底问格朗孔 战士的特征是什么 格朗孔说凶残 因为他只有凶狠 才能去杀退敌人 战争可以吗 格朗孔自己说不可以 他还需要仁爱 因为只有仁爱 他才能保护自己人 才不是疯狗 这个时候 伯拉图所设定的前提 遭到的第一次挑战 是一个人能且 只能做一件他所擅长的事 一个人只有 尤其只有一种特征 但是当这个争突出现 战争出现的时候 通过前面城邦发展的过程 一直到这一步 我们仍然能看到 这是怎么来的 所以 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的口 此刻发问 说 在有战事之前 我们需要奥林匹斯的诸神吗 格朗孔说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不需要神教人该怎么做 人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 对吧 每一步都是毋庸置疑的 不需要讨论的 都是必须的 是必然 直到这一刻 苏格拉底声称 奥林匹斯的诸神 才随着戏剧 音乐 诗歌 雕塑 绘画 所有的艺术形式 都是在此刻出现的 他们带来了 奥林匹斯诸神的 小御 告诉我们 该怎么做 这个东西 奥林匹斯的诸神 带来的 对人类的命令 是什么 是秩序 所以在英文里面 秩序的英文词是什么 order order的动词是什么 是命令 是要求 是不容讨论的现象 但前面这些叫不到秩序 不叫 因为它不是命令 而是人自发的必须 所以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可以开始理解 路易斯康为什么如此执着的 让非整承重墙 不要定调屋顶 让所有承重构建 就显现为承重构建 而这个本身并不是秩序 但它需要让所有原本 原本可以清晰的东西 描述清晰 其实做的是这些过程 之所以西方建筑学 要把要素清晰的 要让要素清晰的描述它自己 就源自伯拉图所讲的 一个人或者一个要素 能且只能做一件 他本性所擅长做的那件事 所以路斯在前面会说 他不希望看到材料 做其他材料的事 他讲的是材料 被 当然 讲强暴可能有点粗俗 这也是为什么路易斯康会问那块砖 砖你想干嘛 所有这些都不是秩序 而是在前面 这些工作是为了让建筑师 发现秩序在哪 所以千万不要在 过于轻松的 在大家评论建筑的时候 看到一个整齐的序列 就是说这个很有秩序感 因为这个词在西方的 建筑学的评论和理论里面 是一个范围非常狭窄 而且意义十分明确的词 所以秩序来自于两方面 秩序它的作用就是告诉人该怎么办 不可讨论 但是秩序本身并没有描述是真还是假 就像柏拉图他最痛恨的艺术形式绘画 因为绘画是在线的一种 不是他本身的 绘画并没有表现颜料 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的表现主题那么伟大 因为他们开始表现颜料和形态的 而绘画表现并不是颜料 没有他所在线的形态 而是让人透过他看到 他所在线的东西 绘画是假的 雕序也是假的 而在柏拉图的 所有艺术审位的排续 西剧式绘画 是最高贵的 是他最接近原本的状态 他最真 所以他甚至提出 在我们戏剧里只能用本色演的 千万不要用演技派 因为演技派是假的 但是这是出自真伟的判断 因为前面也说过 他讲到诸神都是不能改变的 在这里面 秩序同时意味着什么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了一个命题 叫做由这些引入以后 提出了一个神至善 神只导致善的命题 为什么 因为神要告诉人该怎么做 如果神至善导致的下一个推论是神不变 这个导致了西方建设学的美学里的几何不变性 是因为如果神能够变得更好 意味着他此刻并不是最好 这个时候他跟人没有区别 只是圣人 如果他不是变得更好 他在变的时候一定是变得更坏 这个时候他仍然跟人没有区别 只有他至善的时候 他才能告诉人 你该怎么做 但是上帝并不是秩序 上帝的小欲才是秩序 而小欲也不必经由上帝 也可以经由这些 而他们中间是可以搞鬼大的 所以秩序一方面被西方认为是真 在哲学里一直通过反思 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秩序之位 而且柏拉图本人也在讨论里面提出 因为我们根本很少有机会见到神 所以仍然需要有很多人 来告诉人该怎么做 而他们的小欲未见得是来自上帝 所以他未见得是真的 但是这个伪的东西 他一定要比如说教人学好 所以他提出秩序有可能是伪的这件事 在理想国里面讲到 一定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来保守这个秘密 因为在那个时代书不是印刷术以后 这些才成为公开的 当时是秘境 真的意味着发现 因为他原本就属在了 而伪呢意味着发明 所以在两种艺术行为里面 其中一种是模仿自然 另外一种是模仿自然的造物 模仿自然造物是发现 而模仿自然或者说模仿上帝去造物的过程 实际上是伪的 是发明的 而斯卡帕有一篇文章叫 从模仿到发明 最终导致了他的装饰 是伪的那一部分 这个说点别的 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来事要说的是空间 我前面讲过透视 对吧 有空间一定有灭点 而斯卡帕干了一件和中国院民非常像的事 我不知道跟他和日本的渊源有没有关系 他在消除灭点 让他在空间里面的表现能重现平面性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是几乎斯卡帕几乎他所有空间序列的近端都是开场的 并且面向自然 没有任何几何参照物 对吧 全都是敞开的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石膏博物馆它加建的地方 这是老馆 就是那位雕塑家叫卡诺瓦 老馆大家能看到这是标准的巴西利卡的空间模式是有一个灭点点 所以就算这个 这个雕塑它不是个头最大的 它也一定成了这个空间序列里的王者 为什么 因为它挡住了灭点 它是被空间选出来的王者 有机会讲吧 有一本书叫做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法国人写的 那本书里我们就讲到 实际上在文艺处星出题 像伯罗乃列斯基 包括费拉拉画派 几乎所有的绘画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叫做天使暴行 圣母怀孕了 天使去告诉圣母你怀孕了 然后在那张画里面 其实应该是出现上帝耶和华的 但是因为它里面出现了一些 怀孕嘛这事要隐秽一点 不希望把耶和华画出来 通常都有一根柱子 挡住了灭点的位 当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灭点的位 就算它不是最大个人 一定也是往两边 温冬五夕的 站在斯卡塔的序列里面 你会发现它是没有序列 这个是都认得了 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因为文艺复兴的时候 那个解剖已经开始有艺用解剖了 艺用解剖就是艺术家来解剖 就叫艺用解剖了 他们已经知道人该多大 该是怎么样的 就画人已经画得非常科学 所以在他这儿呢 就是他 如果中国人表达上帝的话 一定特别大个儿 然后旁边的 对吧 犹大可能是个儿最矮 但是西方人不太能理解这种事 他们个儿都一边高 耶稣在中间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场面这么混乱 他觉得耶稣没有被表现 在中间一边 他为什么要画这个 还有这个 他一定要让灭点出现在 在耶稣的脑门上 这样在这个表达的通间里面 他是核心 而且他是上帝 这是为什么 其实文艺复兴 初期的时候 教会是禁止画肖像的 因为你画肖像 你总得有个背景 对吧 大家可以看 早期的肖像 后面都是一个幕布 很少把 把世俗人的肖像 画在一个场景里 要不然你画在一边 就甲方不干的 你画在中间 教会不干的 一直到后来 维尼斯画派 就那个地方 商业发达嘛 商业发达地儿 通常都 都不太守追据 所以 从那时候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达芬奇觉得这个 还不够 还是要太远 对 他在这画了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是什么 这是拉斐尔的 雅典学派 还知道这个场景 更混乱 就是现在 我可以先透露一点 就是说你把一个 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你把一个人 从这个画面里面 摘出来 作为强调表现 有两种手法 一种手法就是 就这个是照着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画的柏拉图和 亚里斯科德 当然你看 文艺复兴 为什么有这些大滚洞 铺地也都是方的 为什么有一重一重的拱 不要再在总平里 如果你前面挡一个影币 不要画折线了 因为折线是从这儿来的 就是有很多 当然你 你如果建筑 你位列两边 你有一条石堂的话 你画这条轴线是有意义的 因为在西方的这个 大地艺术 在他们的景观建筑学里面 跟这个关系非常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最终端的建筑 一定是摆在收复 你最终 这空间序列的位置 两边一定是排在两边的 前面挡着一定是 凯军门对吧 然后你在中间 会有一根方间碑 去强化这条轴线 这时候是有轴的 但如果你在中间是一排房子 互相之间你都看不穿 不要画那条轴线 它只是总评里面 拙劣的模仿 哎 实际上又在发牢骚 那么这一排动 都是为了把这个灭点 引向 柏拉图和亚里士丘 的中间 还有一种办法 怎么把人从里面强调出来呢 大家看到这个吗 这小人 他在特别偏的位置 但如果你真细看这幅画 他是最鲜艳的 比他们俩还鲜艳 这拉费尔本人 他看着画面外套 意味着他根本不在这情节里 就是你演一个电影 对吧 就是导演 如果有人看镜头 导演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因为他一下就意味着 他跟你发生关系了 而跟那个 他从情节里已经出来了 所以几乎拉费尔 所有的作品里面 都会有一个人 有的时候是他 有的时候是 就是一个天使 他会看着你 只不过盯着你 看 那个人一定是拉费尔 这些都很自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他一定需要一个收处 来表现灭点 这幅画有吗 这是维尼斯画派的 我最喜欢的大师叫提香 斯卡帕是维尼斯 斯卡帕太熟悉 维尼斯画派的 要干的事 他要干的事 这幅画叫做三世代的寓意 三世代指什么 老年 壮年和童年 而且他要 他要均等的表现 因为他并没有 从 他没有任何理由 把其中一个 作为最核心的 把另外两个放在两边 而 那个时候 又很少说 你真 霸一个黑底 就把这个 现在叫拼贴 把它拼贴在上面 这样这样是可以让他几个平等的 提香遇到的问题是 你要把这三组 这是老头对了 这是小孩 这是藤年 你要让他们平等的在绘画里面被表现 而你要要要要把他们画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去 又又希望这个空间不要给他们排出顺序来 要让他们平等 提香的办法是什么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三角形的构图 三角形是稳定的 而他让这几个构图各自稳定 如果换一位大师画 应该会让这整个的构图成为倒三角形 它是稳定的 首先从构图上 它就已经开始区分 另外你发现他们 之前没有任何相互间的眼镜关系 是不分前后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棵黑黑的树是干嘛的 非常可疑对吧 他要把这个东西割开 这个老头 你可以理解他是待在远处 也可以理解他是一个侏儒 因为包括所有地形都是横向的对吧 没有任何有关透视的参照提示你 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实际的关系 但他打了一个擦边球 你通过大小可以判断关系 但这个关系实际上并不意味 如果真的你画了这些线以后 你就知道它不是猪 但在这里面它是被裁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进行会有一个逆光的 这么黑的一堆植物 而且在这也把它分开 他们俩有什么关系 体量关系你也说不清楚 这个时候在取消这个空间序列的时候 三世代的寓意开始被平等了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被跃跌 它既可以从左往右 也可以从右往左 但一定不是从中间往四周 这是斯卡帕在古堡博物馆里面布置 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为什么铺地是横的 它面对的问题更糟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堆门洞 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空间序列了 所以首先它把这个打开 让没有任何实体东西去收束灭碱 而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实体存在 紧接着它不会让这些人站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铺地的文理 如果是树的 这里没有上地也有上地 所以它会前后站 而且会把它从地形里面抬出来 让它脱离这个环境 所以它们会朝各个方向 朝一个方向会前后拉开 而且都没有对齐 在这里没有对称 没有序列可言 文艺复兴末期 我不知道达芬奇有没有做这件事 但起码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 都已经做了这件事 他们不再希望 在绘画的空间里面 直接表达灭碱 所以这是末日审判 这是米开朗基罗的树山之作 可以看到它后面是天 所有人之间观之云 唯一复兴在中国水墨画之后 七八百年才找到了这个办法 用云 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它也不希望这里面是有一个中心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上帝 他的位置是偏大 而后面没有任何提示 这样他才能同时表达这个地域 人间 还有天堂 这张皮 是米开朗基罗 在这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环境 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它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平面性 这个条也是斜的 这个也有一个角角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平面 这个跟我在巴洛克建筑里面讲到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就当在一个空间里面 你尽量少出现平行线 不去提示这个空间 让所有的线 大家还记得瓜里尼的那个拱顶吗 它各个方向的线会出现在同一个深度里面 这个时候它像打平了一样 这是用相同的做法 大家可以看到 唯一平行的要求 是正对你观察的视角 这还是体相的规划 皮萨罗的圣母像 在这里面 他要做的事仍然是 他需要平行表达 这一块和这一块 当然这个是圣母了 这是完全两个阵营 所以大家看到有一些建筑师做不到的事 画家做起来很容易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是提示空间的对吧 这个踏步也提示空间的对吧 它的灭点在画框之外 如果在画框之内的话 这个东西又被强调了 又会有一个核心对吧 大家如果注意这儿的话 你看圣母挡住的这个柱处跟这边 再看这儿的空间 这个跟这个 它不是从一个灭点放射出来的平行线 所以由圣母祖国 这为什么是个圆柱 因为圆形你是看不到 这个透视关系的 紧接着下来 你看到这边的柱处和这边的柱处 有没有感觉它凝确了 看到了吗 回去仔细看吧 这个非常明确 而且在这里面 他们是有交接关系的 对吧 你知道他站在前 他站在后 他们是有交接关系的 但这两拨人 在空间里面完全就交接了 而且在一个非常明确的 线币分开了以后 你如果说这是挂的一份海报 没有问题的 如果在圣旗的文艺复兴 通常都会让他们之间 会有一些前后交错的关系 而只是这个中间关系 在这里有两幅灭点 然后再有一个 大家看到了另外一个 被强调出来的人 这个 他看着外面 这也跟闹鬼一样 他完全在这个黑影里面 然后跟外面没有任何交接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一个小女孩 还是一个印在他 这个教室袍子上的海报 这是维尼斯画派 对整个绘画界 最杰出的贡献 如果没有这一步 我们看不到今天所谓的拼贴和定制 这个造作我们 实际上在一个空间系列以外 当你想着重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还是有办法的 你要把它从环境里面拖出来 这个是 拉费尔的 死前的 最后一个作品 叫做基督的显宗 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不再有原本 在 在雅典学派里面 画的那个大肚洞 对吧 他开始也在表达自然的理性 这里没有灭点 当然我们能看到上帝 但是通常来讲 如果文艺复兴的绘画 如果有一个人看着外面 那个人一定是上帝 大家可以去看看 圣母有可能不看着外面 但是上帝和耶稣通常都看着外面 他一定不在那个空间的秩序里面 但这个大家看上帝看着哪 当然拉费尔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他死于偶然嘛 公一主教要见他 就是他当时是本来有机会当教皇的 所以他就飞马赶到 结果主教说我只是想你了 得了一场大病就死掉了 云人节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他的生日定的云人节啊 你们说不是 这也有我猜的 我不负责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上帝已经丧失了对人的眷顾 他对人类已经没有耐心了 所以看到他分了三个 这又跟米开朗基罗的分层是一样的 基罗下面是地狱 中间是人间 上面是天堂 在这里面上面是上帝和天使 代表圣灵 上帝当然已经代表了二位一体 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表达 这是人 这是圣徒 圣徒非常痛苦 在祈求上帝 但上帝没有在看他们 而且人和上帝之间没有任何交割 对吧 他们不在一个空间范围里 下面是非圣徒的人 他们已经开始丧失了信仰 所以有人是指着上帝的 这是不允许的一般来讲 所以拉特没准觉得他快死了 反正这根基本上建筑界 岁数越大的结构是 他做东西会越大胆 是一个道理 假设一个建筑 该站在那儿五十年 然后我二十岁 对吧 我七十岁的时候有可能有麻烦 但如果我已经七十岁了 所以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前程 他们指着上帝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跟圣徒也完全不在一度空间里 包括大家可以看这个边界 其实是一个黑幕完全笼罩着这些人 只有一个这只手 质疑上帝的手被突出出来放在上面 在这里面仍然没有空间交接 拉斐尔希望我们也是可以从下往上的看这幅图 或者从上往下而不是从中间往四周 这个是什么 这是博物馆最想做的事 因为博物馆通常会有很多展品 当博物馆的布展人希望游览的人不是一下被一个东西吸引而丧失了对其他展品的兴趣 而是一个一个观察这些展品的时候 维尼斯画派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种人提醒了圣会化 你可以看到总会有一个逆光的把圣者和世俗的人气氛开来 人的背景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是没有透视可言的对吧 没有灭脸 而这是一个近景的挡住相当于中国人的影帝 所以中国传统的它一定不是在轴线下设计它 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近非常黑的 把这个裁开 如果你看它预览的小量的话 它完全是一个 它完全可以是裁成两幅画 如果一个是巧合的话 如果每幅都是这样 当然在这里面大家能看到它是有地砖的 它把这个教皇和这个圣徒两个人放进了这个空间逻辑里面去 但是它做了一坛 大家看到吗 把圣彼得抬起来 它不在这个空间逻辑里面去 而它又做了一件事 这后面仍然是自然的风光 没有灭点 它仍然在这有一个衬景 把这两个东西裁开 看见这个了 看见这个了 底下都是斯卡帕坐的 看见这个了 台的高度都不能一样 它一定要让 它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这些展品 尽可能地脱离这个空间 去各自被展示 接下来是这个 喷脚 为什么每个人后边都会有 如果这个巧合这个呢 它不需要挂它的版 但它一定要有一块纯色的背景 把它涂出出来 这和那小女孩的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它到了这儿以后 它开始没有衬景 为什么 因为这块广是黑的 它开始用白衬景 而它用白的时候 它又开始回到这个 表现主义的这个区位里面 去 来看这个 这个 这个 它门窗基本上 所以你看到它做东西五花八门 你真在仔细看看 它其实就做那么几件事 这是上帝 这个是圣徒 当然他们原本不是在一族里的 这也是瑞斯卡卡 搬来演戏的 这个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原本是有十字架 他为什么要做一这么大的十字架 不用我再多讲了 这东西为什么要放在你眼前的地方 卡的不当不正 所以拍这个照片的人 是一个高手 前面我落讲了一遍 这个纳福的智宝 你看 它这有一高叉 这个床 床腿是长的 这意味着 这个床只能摆在这 大家知道 Steven Hall一直在讲毛布 这就是毛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建筑师施加的暴力 讲最后一个作品 是斯卡帕的 他就死在这 就我前面说 不来让夫人 隔三查五打电话 斯卡帕整天往仙台跑 最后死在仙台了 最后死在这 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东西 是斯卡帕的那个木 然后这个呢 它是布莱恩夫妇的木 他在这搭了一座桥 先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公共的墓园 这些方块都是公墓 然后他们家挺有钱的 就把这个范围给买下来了 让斯卡帕做设计 这是他入口的地方 然后在这儿他搭了一座汉桥 然后下面呢 是布莱恩夫妇的墓碑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是一个小礼拜堂 周围有一圈非常小的水 然后这儿呢 是一个小墓园 这里面布莱恩夫妇 家的亲属 墓碑会放在这儿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几个东西 从平面上 它基本上也不是用平面 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家只要大概了解 它都有什么 这是入口的位置 外面大家能看到别人的墓 它到处都会出现这种双铃洞 中间交出来是一个渔调性 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在做这个讲座之后 才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 这个东西叫圣鱼 是充满了异教色彩的 基督教溯源的一个形式 因为这两个又不是传心员 思考跃这种做法会非常多 我们看到 它记得这样 是那个管理理基金会那上面 灯罩 这是一个灯 这个是那个 那个加利维地展厅的那个窗洞 安窗户的销子 这个是它另外一个布展 是竖起来的 这个就在布莱恩教堂里面 这个墓地里面 是在小礼拜堂上 用花刚眼采的那个刀片 大把这种东西 还有这个 这个太色型了 像个屁股 这个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一个举行的 就是打算藏布莱恩夫妇亲戚的那个公墓 公墓就在这个下面 斯卡巴把墙呢 做成了斜的 这样从里面看 它是一个非常 非常严格的一个防御工事 你觉得你的独立性非常强 但从外面这个是一个斜坡 你又不会觉得这个私人墓在公墓里面 特别扎眼 然后这个就会很斜 它把通往这个 这个亲属墓的道路就放在这儿 你导致人从这儿走的时候都要弯腰 斯卡巴自己的解释是 你路过死者难道不要鞠躬置意吗 这是另外一个建筑师的暴力 他让你怎么样 你就得怎么样 所以从这儿路过的人都会非常的谦卑 不管你的态度也不傲 那可以看到 这个是两块钢筋混凝土的坨 没什么了不起 这两图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接触 这排了一个极小 但是完全没有接触的方法 有铁件架起来 在两边 这个我在建筑业导报里面写过这个评论 当时我写的东西很无聊 完全是研究排水 可以看到这个巧妙之处在于哪 人会从这儿走 它上面有一条天窗把天光洒下来 这个都很容易理解 莱特也爱这么干 客户也爱这么干 但是 作为一个史外的公墓呢 下雨要怎么办呢 但是因为这个斜坡的关系呢 你之前 你在下雨天 你前面虽然一直很谦卑 但到这儿你会得到好报 所以大家看这个缝其实是放在这儿的 你在这儿基本交不着 它已经看着已经被水给弄出一道沟来了 然后这个家属的墓碑呢 也受到了屁股 但是从外形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外形 这也是建筑师 它总要有点道理 如果一个东西只是我喜欢的话 我明天就可以不喜欢它了 你可以跟甲方扯淡 但是你怎么跟自己交代呢 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设计提高了 这个是在那个桥下面 布兰安夫库的这个墓碑 这里面也有线角 它到处都会做线角 它所有的线角都是5.5公分 然后十一是斯卡帕一个非常重要的魔术 它几乎所有的尺度都是5.5或者十一的倍数 其实十一就是5.5的倍数 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对十一那么着迷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甚至还有解释说卡罗斯卡帕一共是十一个字 然后甚至有人把它在那个维罗纳人民银行里面 它做了很多双注 所以我见到最无聊的评论了 说它那个双注就代表十一 今天我不讲那个银行 实际上我海报上那段贝克特的话 是对它那个维罗纳人民银行里面的 关于记忆与现实的讨论的注角 但是今天讲了太多费解的东西 我就不讲那个 这是斯卡帕的设计说明 就是为什么两个墓碑是往一起靠的 两个活着的时候相爱的人在死后 仍然可以继续相互问候 是一件美好的事 就是我曾经得到过这个 就是他做这个墓碑的草扶 但是我在改这个课件都死过找不着了 他曾经这个男女还是两种不同的那个现象 而且还有一些相当他们器官的东西 后来改成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假装要求 会有水流到塞尔拉会到处做这种水 我也是在今天就是机缘巧合 我今天刚好收到了这一期的TA时代建筑 里面就有一个外国人写斯卡帕了 但我没有去现场 但是在现场可以看到一些 端倪就是 实际上这个水是从这儿落到这儿来的 斯卡帕讲 当水逆着它本身的方向向上流动的时候 是这个生命最好的纪念 所以大家看这个地面 我不知道呢 我还没开始做这个研究 我误写看看 这是那个水面 斯卡帕自己也说过水在远生命 所以在他用了太多石头以后 他会把水也引入进来 他认为水和大理石是意大利 境内两件他能找到的最高贵的产架 这个是那个小礼拜堂 也是我最喜欢的设计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从这儿 就这个是入口 这是真正礼拜堂的中厅的部分 从这儿看它非常的自由和清明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在不熟悉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是两个房子 我开始认识这 我到处在找 这东西究竟在哪儿 看着挺大的 如此大的差别出现在哪儿 对称的纪念性 在这里面跟有一个角度 两边完全不同 而且包括这个里面 本身也是不对称的 线角已经告诉我 但是从这个 这个意味着转角 给建筑师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用两个完全不对称的里面 构筑一个完全对称的 纪念性的景观 鲁尔斯康德 理查歌 医学研究 这也是康德 埃克赛特图书馆 我前面在讲巴洛克的时候讲过 几何不变性所带来的 文艺复兴的建筑师 都希望他们的建筑面面相同 米开朗基罗在曾经一般 圣体的大教堂的平面 就曾经试图把入口开在转角 转角的好处在哪 因为每一个面随着你走动的时候 你都会 它都会轮曲 对吧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面 它会变得不那么对称 不那么面与相同 当然对称来自我前面讲过的 来自不拉图的这个几口不见经 但是当在转角的时候 它两个面完全笼罩你的试点 它意味着有50%的建筑的面 都在给你提供这个 对称的不变的纪念经 所以比起一个面的对称来 一个转角的对称 是更有纪念经历的 那接下来看看它的线角 到处都会有这个5.5的线角 然后曾经有老师去过现场以后 因为我曾经聊过 就是说这个是钢膜 要不说这个是木膜 然后有老师去看了 然后回来跟我说 张一你错了 他用的是钢膜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么整齐的线角 一定是用钢膜才能做到 后面会给大家讲 为什么确定他用木膜做的 这也是一个奇迹 他的木工应该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当初 做家具的那些金箜 树像的线角 我在讲 哥特的时候讲过 有去物质性的作用 水瓶的线角 我在讲 巴洛克的时候讲过 他会勾画这个平面的形态 当然在水里的线角 我没有讲过 我不知道是给谁干的 我师父说鱼 给鱼干的 像这里面 有一张是有鱼的 这鱼去哪 这个人是完全体验不到的 你能看到一些虚影 这从哪来 也许从这来我不知道 这个 他拨一个他的设计 这是文一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大门设计 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讲了 这是思考化设计的大门 就是我不讲那大门本身的设计 在他睡坐一半的时候 他得到通知说 我们挖出了 就是这个大门本身的这个遗迹 他还睡到一半 你说我这个 然后校方的意见 你把这门戳在那就行了 思考化肯定是不乱 可是我想了一顿胳膊 他是把这门躺在地上 做了一堆线角 养鱼 我不知道那个 家族墓的这个献脚 是不是在纪念这件事 总之很有趣 哎呀 终于有余了 这是一瓶子 这是一瓶子 怎么干的呢 是用从他的混音图上拆下来的模板 每个板条宽都是5.5公分 而且我呢 还有他的设计图 他给每块模板是编了号的 他知道哪块应该出现在哪 但是更变态的是 我将来有机会讲独母波 他的瓦尔斯玉厂里面的那个食材 就是每块都有编号 他画什么图 就说知道每块石头放在哪 是什么样子 这也算废物利用 用得非常好 接下来讲讲这个 里外藏的内部 大家在这里 正然可以看到 强烈的纪念性 来自哪 对颤队吧 首先是对颤 其次 当你希望一个里外藏 有一个核心的时候 这就大家知道 他要制造什么吗 灭点对吧 有灭点的地方 一定是中心 但是大家情况以为 看这个里外藏的平面 非常的小 斯卡卡很难找到足够的近身 去制造这个空间区别 所以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大家现在能理解 这个方的究竟为什么 你出来 实际上当只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提示灭点 这是方的 但当你站在这的时候 这灭点自然成下 这是他为什么要有繁复的线角 这个工作跟我之前讲过的 巴洛克建筑的线角有区别吗 当然 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建筑师 都会抓住一切机会 纪念一下万十秒 有些让我有点更为绝望的是 斯卡卡经常用这种处理木工和混凝土的手艺 去处理金属构件 这个是对手工艺人的折磨 大家做过金工活就知道 对这个东西下料实在是太难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非常低对吧 它能打开的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外面是水啊 当然这水的范围非常小 总凭你看到 它就是一个L型的 不可能那么多 这个东西用来干嘛的呢 当然在牧师步道的时候 风经过这个水面凉极极的 会吹到它的屁 你看我相信 这应该是全部目的 所有的礼拜堂 在基督教的源头 都是诺亚方舟 大家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吧 所有人希望在里面得到屁股 所以礼拜堂还有一个 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更文雅的 一个叫做屁难所 这个是诺亚方舟的话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在周围会有水 因为它是方舟 但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末日降临的时候 那水有多大 但这个水坑实在是太小了 记得我讲原林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鲤鱼的办法 他想让山大的时候 就盖一个房子 在那个石头附近 用眼口遮住石头 不使石让人脱筋漏顶 对吧 但在这水坑人站着的时候 你的视线是可以看到水 但你看不到水的边界 这时候虽然水非常小 但它可以是光阳 这是在 这幅图还是 在 正面 你站在同一个位置 朝向紫外堂的时候 会有一种 强烈的记念性 当你 转身打算回去的时候 进端的这场日 这个完全是从日本来的 因为这个角度还有这个斜圆洞的这个布置 它又变得极其清零和自由 谁能相信这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拍的两张照片 而且你站在同一个位置 但这些是用大理石切割的创作 它透光 这是意大利独有的工艺 这是它的设计 洗手盆 这洗手盆设计了两年多 而斯卡派说过一句更气人的话 他说通常拿到一个设计会想想办法 想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办法 但往往想不出新办法的时候 我会用一个以前做过的 所以这个图不是他的图 但是 这个完全照着这个做的 会把人气死 大家能看到 这也是铜的 基本上它都是用 做木工活的架势 在做这个铜的 能看到这个线角 这个不是柱出来的 这个是车出来的 真的是用切割的办法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设计细部的这个精度 它甚至会控制这个 螺钉是平口的还是十字画 我多么希望有一些我做设计 能做到这个精度 让我后来发现 你完全对我是折磨 你不要说让我画出来 让手工艺人做 让我画出来 我都觉得 这是斯卡帕 经手的 非雕的金属件 你看这儿就是双眼洞了 认得这个呢 这是那把手 这些是木头的正合适 这些是木头的正合适 但是它在切割金属的时候 发现了装饰的做法 这个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说的 形式怎么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斯卡帕一个非常精简的做法 也就是在一个形里面 它会有一个缺口 然后会有一个更大的缺口 在这里面它会相应的铜件 来表现这个缺口 这是怎么来的呢 斯卡帕在车间的时候 就要求工人做这些东西 大家能看到 但在切割这些钢板的时候 会出问题 大家知道 是用类似电焊的那种锯 是高温的 能把铁板给切开 但切开铁板的时候 大家如果切过木头 也能发现同样的事 在一个锯两侧 也就是这个缝的位置 或者这个缝的位置会非常平整 但是在这个切割器停止的位置 这个缝的边界会毛毛草草 锯木头也是对吧 锯开的截面会非常平整 但如果你停下 你看那个边也是毛毛草草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因为它每个东西都不太一样 所以它通常会点个点 说你给我切到这儿 但工人通常来讲 它是 尤其是现在产的工人 它更 更习惯那种标准化的 它就切下去 经常锯过 斯卡帕对此痛苦不已 所以它之后要求工人 现在要拐弯的地方 你给我锯一个圆洞出来 这个洞要比这个缺口要大 是因为这样的话缺口就会接上那个洞 就不会出现那个不规则的形状 对吧 第二呢 你先打出一个洞来 你切到那儿 它自然就锯掉了 你永远不会切过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形状 这形状的逻辑先有那个洞 然后这边切这边切 把那个板拿下来 后来发现它这个东西不错 然后它甚至会打一个更大的洞 然后像一个铜进来表现 变成了斯卡帕一个非常精简的做法 到处都有 也有非常多的理论家在研究这东西 究竟出自什么 然后其实我见到的 在我了解到这个做法之前 我了解到的我深信不疑的做法是 因为它喜欢表现主义 风格派的那些错来错去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处都有 它所有缺口的地方 这木头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还会做 这是一个楼梯踏步的交接 大大小小全是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时候当一个原本出自工艺的形式 当它被发现了美学表现的潜力以后 会被用在陈美学的墓里 但是此刻它对建筑师的意义是不同的 这个意义出现在它生发的那一刻 再讲一个别的事 我前面说过 我之前放的那个踏步是斯卡帕做的 石膏博物馆 它会让你踏步悬空 是它做的最规矩的踏步 这是墓园里面 它从左右脚走 这也是建筑师的暴力 你必须要先卖右脚 然后卖左脚 然后拐个弯过来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到这来过 然后他告诉我踩在这上面 因为它是悬空的 会有类似弹琴的声音 就是叮咚 而且三个音乐位置不一样 它对这个声音还不一样 那我不同音律 这个在古宝博物馆里吧 当然除了一个古怪的形式以外 大家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吗 通常一个非常陡的楼梯 你要想让人走到头的话 如果你楼梯的近身非常的短 要不然这个踏步的踏宽会非常的小 要不然你透空能把脚放进去 但这是石头 这种左右脚的走法 可以在最短的距离里 让你爬到进层高的位置 而你又不会没地放脚 你不用怕被滑下来 你看最后他扔着脚那一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痛恨传统楼梯 所以在他的概念里 楼梯只不过是一系列不同的高度 连续不同的高度而已 所以可以看到 实际上下来以后 这个到一个原来是摆东西的 下来几步我的宽度会不同 到这会变成一个 会变成一个桌面或者坐板的高度 是一堆高度凑出了这个楼梯 它也导致了我很多 在室内设计做楼梯的时候 会希望尽可能把书架桌面 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贡献出一部分来形成一个楼梯 这是从正面看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绝不是一步 一个楼梯物体 所以斯卡帕是一个极端 它会把楼梯拆成非常不同的 另一个极端是西渣 在西渣那楼梯都是一个单独纪念性的物体 有机会再说吧 可以看到底下它垫的时候 每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时空谱怎么办 它的现场盯起来一定非常累 这是另外一个楼梯 在古宝博物馆的后勤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一般楼梯从底下支撑 它在这打了一根根梁梁 从上面挂这个金属 形成了这个 但是它会导致这个效果 这个楼梯也特别逗 这个在巴尔波尼住宅里面 它是螺旋楼梯 螺旋楼梯是因为 科普西在现代主义里面 变得非常有纪念性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往下倒了对吧 倒到头肉的头 这一醉鬼就冲下去了 这可能是最后的一组图片了 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是喜字对吧 有的解释是说 斯卡拉知道中国有喜丧的 迷说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 作为一个物体呈现的时候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这个混凝土现胶的喜字 跟墙面和这个地面 没有任何交接 它一定要被从空间里独立出来 这喜字是怎么来的呢 那时候它有一个实习生 从中国去给带了一盒烟 广州的牌子 是广州牌子吧 红双鸡 他看那个喜字 他当然不认识这个字 说这个形式实在太好了 但是斯卡拉第一时间 一直到这个形式 非常适合织膜 完全是平的 你只要把膜垫起来 然后外面 竖像有一个立板 你把它倒进去以后 把膜抽走 就可以出现这种漏风的形式 但是它完全来自 红双鞋啊 但是我本科的时候 抽了五年红双鞋 也没有做出这种设计 这是它和中国唯一的渊源 那最后 它因为设计做的太慢了 就死在了这个屋顶 也没有看到这个峻公 这个是他的儿子 就是那个 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 名字很古怪 我不会念 给他设计的一个墓碑 当然也是按照他的方式 在设计的里面有几座年代 对吧 这1978是他死那年 1906是他出生那年 281 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照片是我一个好朋友 拍回来的 当时他到 就是他到意大利的时候 是2008年 正好是斯卡帕 2006年 正好斯卡帕诞辰100周年 所以他就从现场 剪了几个红色的这个果子 改了一个SC 代表卡洛斯卡帕 100代表他三成 100周年 这个花是他送的 表达一个建筑师晚辈 对大师的尊敬 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